听故事学中文 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Patreon 帮助我们把听故事学中文做成最好的中文学习的播客 关于这个中国的留守儿童话题啊 就是你长大的过程当中身边有没有留守儿童的同学呢 或者说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留守儿童的家庭 我觉得很多很多啊 是吧 因为我我是出生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爸爸是不在身边的 所以我不是完全的留守儿童 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在一起 因为我爸爸有去北京啊工作 然后这发生在很多朋友的家里面 所以你们家是农村住在农村的是吧 然后你爸爸是去北京去城里务工打工 没错 所以我问一下 所以你们小时候你们家里的这个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你靠着你的父亲来支撑的对吗 对 没错 需要父亲在外面工作才能够赚钱养家 那你妈妈和你在家你妈妈会工作吗 她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妈妈是农民啊 所以她需要做农业的事情啊 需要去种田啊 需要做农活 那在你们那儿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母亲去农地里做农活 那她种一些东西对不对 对 那种了这些东西会拿去卖 然后卖一些钱吗 养家还是说就自己家吃了 自己家吃吧 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 特别是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每个人家的田地 其实很少的很小你知道吗 所以你种的东西只能够自己家吃 有的时候可能会多一点点卖 但是基本上是自己家吃的 自给自足的 那你们家都种什么呢 我们家会种稻啊 水稻 就会吃米 对吧 我们家会种棉花 所以你们也自己做衣服是吗 不是 种棉花一般是卖的 就卖给别人就 我知道了 那就是每年你们种的这些什么大米啊 蔬菜也种是吧 对 种蔬菜自己吃啊 就够自己吃的吗 一年四季都有吗 都会有 但是到夏天的时候 选择就比较少一点 那你们班上 就是你有没有朋友或亲戚家的孩子 是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 就跟着爷爷奶奶或者说 是姥姥姥爷生活的那种啊 我那个时候没有 哦 是吧 基本没有 但是后来可能 呃 我之后的十年左右 五年左右 我觉得 呃 就有更多的小孩子 他就只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嗯 然后爸爸妈妈两个人必须都要出去工作了 哦 所以有个转变就可能是以前的时候更多的就是父母当中有一个人出去打工 一般是爸爸 哦 一般是爸爸 但后来的话就变成爸爸妈妈都出去了是吗 没错 嗯 因为后来 呃 农村 你种田 非常划不来了 就是你发现 嗯 啊 我出去打工 我挣一个月的钱 我回家可以买很多吃的东西 嗯 就是我没必要种田了 就说 对 种田可能得到的这种 呃 收入 收收入收益是比较低的比较少的是吧 没错 就是你同样把一个人放到农村去务农 那个人带来的这个价值 赚的收益 没有说把这一个人放到城市里面带来的收益更多是吧 没错 哎 我还想问就是你们在农村长大的话就是 平时自己种就自耕自足是吧 那需要去买东西吗 就比如说你们家里会养猪啊 比如说要吃猪肉会自己养猪 嗯 想吃牛肉自己养牛吗 还是说 完全自耕自足吗 还是说自己自足吗 还是说 要出去买一些 需要买一些了 因为你想一想你养猪 你不可能每天杀猪啊 嗯 你可能你的猪到每年年底的时候才会杀对不对 嗯嗯 那么之前你如果要吃新鲜的猪肉 你就得去买 那牛肉更是了 因为买 因为在中国的南方 很多时候牛是根牛 它是用来种田的 哦 根牛是吧 根地的牛 哦 所以这个牛更不能杀了 不能杀 这个牛要给你们家里干活的 没错 哦 我小时候经常放牛 嗯 这牛是你们家里的 也是一个劳力啊 劳动力是吧 没错 嗯 哎 所以看来你对中国流水儿童这个话题 还有比较多的了解 那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是你自己写的吗 不是 这个其实是BBC新闻网的一个记者写的 那么这个故事是呢 2016年写的 所以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嗯 哎 你为什么选了一个2016年的文章 没有选一个就是2019年的文章 因为2016年前后是流水儿童这个话题最热的时候 哦 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印象 在那几年就是中国的这个电视啊 电视台还有报纸啊 上面有很多关于流水儿童话题的报道 没错 非常多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啊 我们从BBC中文网选的这篇关于中国流水儿童报道的文章吧 中国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耗时近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过程 嗯 所以中国现在也是工业化的国家对吗 没错 那中国在工业化国家之前 它原来是什么样的国家 是一个农业的国家 哦 就大家都是农民 大家都种田 都杀猪吃猪肉是吧 对 大家都是农民 然后种田的时候都用水牛 没有什么机器帮忙 没错 嗯 那后来中国变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呢 工业化的社会啊 哦 那中国用多长的时间从农业化社会变成了工业化国家呢 从大概二三十年吧 哦 这么快啊 对 可能1978年改革开放对吧 嗯 然后到今天 2010年前后我觉得 嗯 其实这事我懂哎 因为想想我爷爷奶奶就是农民 嗯 就他们不会用什么机器 他们只会种田 但到我爸呢 我爸就成为工人了 他就去开卡车了 哈哈哈哈 就是一代人嘛 一代人的时间就从农业化社会变成了工业化的国家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 然后我爸爸呢 学习了一门手艺 然后去城市里面打工了 那其他国家从农业化社会变成工业化社会 呃 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很多国家是一个世纪 嗯 一个世纪 一百年的时间才完成 比如说英国是吧 嗯 嗯 那么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你看我 嗯 嗯 一七五零年开始 然后差不多到一八三零年 嗯 所以用了八十年的时间是吧 就是差不多接近一个世纪对不对 嗯 嗯 我记得好像这工业革命分第一次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是吗 好像是 嗯 嗯 所以这里面有个词叫耗时 呃 时就是时间 耗就是耗费 消耗 消费 就是用的时间的意思 嗯 嗯 所以说中国消耗了几十年 中国从农业化社会走向工业化 国家消耗的时间耗时是二三十年 啊 但是 呃 其他国家比如说像英国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国家是吧 嗯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没有这个经验 但是中国后来因为有别的国家发展的经验所以他们可以学习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快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快很多是吧 嗯 英国耗的时间比较长 嗯 耗时了一个世纪 中国耗时了二三十年 所以如果啊 你想说一件很重要的很大的事情 他用的时间你可以说耗时 耗时多久 你知道中国的三峡工程是耗时多长时间完成的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呵呵呵 再比如说中国的长城是耗时多少年建造完成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没问题 但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一个比较重要比较大的事情 他消耗的时间用的时间叫耗时 嗯 中国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耗时近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过程 哇哦 真快啊 和这场工业革命的速度同样惊人的是他的规模 哦 所以什么东西很惊人 他的速度啊 很快啊 还有呢 哦 还有他的规模呀 哦 他很大 因为中国人口多呀 中国的城市也很多呀 哦 所以这么多人口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用了二三十年的过程 就从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国家 那他的 这规模不是很大吗 他不是说像一个小城市是吧 比如说像一个小的国家 呃 从农业化走向工业化 然后就很快就完成了对吧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 非常大的国家 所以规模 所以规模不是很大吗 嗯 所以规模是很大 所以规模什么意思 规模就是大小 哦 比如说一个学校很小 我们可以说 规模不大 规模很小 规模很小 比如说一个机场很小 我们可以说 一个小规模的机场 对 机场的规模很小 这个机场规模不大 对 规模很小 嗯 那在中国你能看到 什么是很大规模的吗 中国的铁路啊 中国的机场啊 哦 中国在大规模的修高速铁路 对 嗯 中国也在大规模的修 机场 机场 嗯 比如说北京现在正在修的 那个叫南院机场是吧 不是大兴机场 对不起 大兴机场听说规模 非常大 非常大是吧 嗯 所以他说 这场工业革命 也就是说这二三十年 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 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这样一个过程 是中国的工业革命 对不对 对 哦 所以他非常的惊人 因为他非常快 所以说是他的速度很惊人 同时他的规模很大 是吧 嗯 让人惊讶 哦 这么快 这么大 惊人 哇 听故事学中文 这个节目这么好 太惊人了 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 好 听故事 学中文 规模不大 可是质量非常高 这个中国的人口规模 2013-5是2008 所以是2008年到2013年 这五年时间里 哦 这五年时间里 嗯 中国建筑工地上 消耗的水泥 嗯 水泥啊 就盖房子的时候 要水泥嘛 所以如果在建筑工 建筑的工地上 你会看到什么 水泥啊 还有呢 房子啊 还有呢 建筑工人啊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就很多的建筑工人 包工头啊 然后房子啊 然后一天一天 这个房子越来越高啊 啊 这水泥是盖房子的时候 需要用的一个 材料 材料 嗯 然后银行发放的贷款 嗯 银行发放的什么 贷款 贷款 就是银行借给公司的钱 哦 我想开一个公司 可是我没有钱 所以我可以去银行 贷款 我想买一辆车 我没有钱 我可以去银行 贷款 嗯 我想买电脑 可是我没有钱 我可以去你那儿 呵呵呵 呵呵呵 没钱 太扣了 嗯 我可以从你那儿借钱 嗯 但如果你是银行的话 就是贷款 是吧 没错 嗯 相当于美国二十世纪的总核 相当于美国二十世纪的什么 总核 总核 所有的 哦 核就是 总就是所有的 核就是加起来 是吧 嗯 哦 所以中国五年用的这个水泥和贷款 加起来 加起来就是美国二十世纪一百年用的 这么多是吗 嗯 哇哦 那也不足惊讶 因为中国的这个工业革命规模大呀 是吧 而且中国人口很多 对呀 嗯 那中国建筑工地上什么的水泥 消耗 中国工地上消耗的水泥 消耗 就是使用的意思 哦 用 是吧 嗯 嗯 那我使用我的手机 我可以说我消耗手机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消耗一般是 什么 我不知道 好像就是用的量非常非常大 哦 就消耗资源 是吧 嗯 一般是 是吧 比如说我们会说 我们要保护地球 因为地球上的资源 快被我们消耗完了 哦 如果很多人还喜欢健身去运动跑步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 消耗脂肪 消耗能量 对了 嗯 哦 所以一般是和能源有关的是吗 对 哦 那我可以说 嗯 我们家一年消耗的水和电 是多少多少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哦 中国 对不起 那你觉得 中国 这样快的速度 这样大的规模 嗯 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 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啊 你这样子 就是 孔子 是孔子 是孔子说过吗 还是孟子 我不记了 叫欲速则不达 就是很多事情 如果你想快点做 那反而 就是没有一个太好的结果 就是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然后呢 你的结果不是特别好 就像 比如说就像我有时候太饿 你知道吗 然后饿的时候就 就想吃东西啊 然后就 比如说我饿的时候 就很难受 然后我就想 很快的把一大块肉吃进去 嗯 然后吃完一盒我是饱了 可是我的肚子就不舒服了 第二天 就我要付出代价 你知道吗 嗯 就短时间内做了一件 不应该短时间做的事情 后果不太好 你要付出代价的 嗯 所以中国也是 它在太短的时间 完成了一项 规模太大的事情 所以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嗯 经济的迅猛增长 往往伴随着社会问题 经济的迅猛增长 往往 往往什么这社会问题 伴随 伴随 经济的迅猛增长 往往伴随着社会问题 哦 所以这个经济 它是越来越好吗 对啊 哦 你怎么知道 它说迅猛增长 哦 增长就是越来越多 迅猛就是很快是吧 对 那经济的很快的增长 迅猛的增长 会和它同时发生的会有什么 社会问题 哦 所以这个叫伴随是吧 嗯 比如说下雨的时候 一般会伴随着什么 刮风 嗯 或者打雷 或者闪电 对 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 一般你会伴随着什么 咳嗽 像我现在一样 流鼻涕 嗯 没错 嗯 那你觉得在中国会有哪些社会问题呢 哎呀 这个太多了吧 我觉得 首先我想到就是贫富的差距 对 贫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扩大 嗯 穷的人非常穷 富的人 你想象不到它有多富 还有 比如说环境的问题 哎呦 这个可是个大问题 中国的环境污染啊 对 大气的污染 是吧 对 对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 我们这个故事要讲的 留守儿童的问题 对 留守儿童的问题 嗯 嗯 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 可能连创作了 悟都孤儿的小说家 查尔斯迪根斯 都难以想象 嗯 这句话很长啊 嗯 所以这些社会问题 很严重吗 非常严重 哦 非常严重是吧 嗯 那我知道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时候 也伴随这些社会问题 嗯 那谁在小说里 写了这些社会问题呢 呃 查尔斯迪根斯 查尔斯迪根斯 是一个英国的作家 对 嗯 他写了很多的小说 比如像 悟都孤儿 嗯 是其中的一篇 还有呢 双城记是他写的吗 嗯 远大前程 嗯 是吧 嗯 嗯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络上检索一下啊 查尔斯迪根斯 那 呃 这个 查尔斯迪根斯在他的小说里面描写了英国工业革命所遇到的社会问题 那 英国遇到的社会问题严重吗 严重啊 嗯 那和英国的社会问题比 当时的社会问题比 中国现在遇到的社会问题是更 是好一点还是更糟糕一点 更严重 哦 因为他说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 可能连创作了乌都孤儿的小说家查尔斯迪根斯都难以想象 哦 就查尔斯迪根斯 他觉得英国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是吧 对 但他不会想到说 几百年之后有一个中国 他的这个社会问题更严重 更糟糕对吗 对 嗯 所以他难以想象 嗯 如果他知道以后说不定他就活过来了 说我要再写一部小说 写中国侮辱孤儿 要观察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代价的最佳角度 无疑是中国的留守儿童 嗯 所以呢 这个就点出了这个社会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吧 就是留守儿童 对 嗯 所以留守儿童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 也是一个角度 对 嗯 就看你从哪个方面看社会问题 你可以从贫富差距看社会问题 可以从 资源的污染 对 环境的污染 环境污染 资源破坏看这个问题 对 可以从什么官员腐败看这个问题 对 还可以从留守儿童的角度看待这些社会问题 没错 嗯 那这里面说到说社会代价 什么是代价 代价就是 嗯 要完成一个事情 嗯 你所做的牺牲 嗯 所以这个代价往上是不太好的是吧 对 哦 你不愿意去承担的 哦 或者说是没有人想要的 对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 听到怎么用代价这个词 代价 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的 对 或者不可承受的代价是吧 嗯 那有首歌叫爱的代价 嗯 哦对 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子 她喜欢了一个不该喜欢的男生 那后来这个女孩子受伤了非常非常的难过 然后别人告诉她 哎 这就是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 嗯 嗯 这个很好 对啊 中国为她的工业革命 做出了很多的严重的代价 比如说她的这个空气的污染 是吧 对 资源的破坏 还有贫富的差距 那这些社会问题怎么修整呢 这都是代价 对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个 嗯 一个故事 对一个故事 嗯 但是在讲这个故事之前 嗯 嗯 我们说流水儿童一般是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 爸爸妈妈是跟他们一起生活吗 不会啊 留守儿童你会想到就是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然后他们和老人一起生活 那他们一般和老 和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对 是吧 嗯 他们是生活在城市吗 还是生活在农村呢 留在农村老家里面 哦 所以他们叫留守 留在家 守在他们的家里 是吧 对 儿童就是小孩子嘛 就是 儿童多大 小学初中是吧 对 到高中一般就是 是去学校去住了 就不叫留守儿童了 唐宇文的父母 在成都的一家制衣厂工作 嗯 所以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叫做唐宇文是吗 对 他的父母在哪儿打工呢 在成都 嗯 四川成都 四川的省会成都 和熊猫一个地方 嗯 对 在一家什么样的工厂工作 做衣服的 制衣厂 哦 制衣厂 嗯 如同一个世纪前的英国 曼彻斯特一样 他们被工业革命的力量 拽出了自己家庭 所在的乡村 嗯 所以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像是一个世纪以前 英国的一个城市 叫曼彻斯特一样 嗯 然后唐宇文的父母 也是和当时那些人一样 就他们为了挣钱 为了谋生 他们不得不去大城市工作 离开了自己的乡村 离开了自己的家庭 嗯 所以英国的曼彻斯特 曼城 哦 曼城 对 他他他有几支球队 两支很有名的球队 哦 一个是曼彻斯特连队 嗯 一个是曼彻斯特城市队 嗯 是吧 嗯 这谁以前在曼联工作的 在曼联踢球 鲁是吗 今天你告诉鲁尼以前 在曼联踢过球 鲁尼 嗯 现在在DC的一个球队踢球 哦 现在在美国的华盛顿 嗯 呃 踢球 对 他们被工业革命的力量 怎么出了自己家庭所在的乡村 拽 拽出了自己家庭所在的乡村 所以他自己想出去吗 没有 就是拽 就是别人 你不想做这个事情 别人 哎 拽你 那对于这些小孩的父母来说 为什么他们被拽出了乡村 生活所迫嘛 哦 因为如果他们 要赚钱啊 他们在农村是没有工作的 嗯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没有经济来源啊 所以不能 要养家呀 不能养家 对 所以他们不得不去成都的一个制衣厂工作 对 不得不去城市里面找工作 所以他们被拽出了自己的乡村 嗯 对 在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 嗯 是吧 数不上数 太多了 嗯 最新的统计称 在中国有六千万名儿童 像唐宇文一样 生活在农村的留守家庭里 嗯 最新的什么称 统计 最新的统计称 哦 所以这个统计说 中国现在有多少留守儿童呢 有六千万名 哦 所以这个统计就是和数字有关系的是吧 数一数 哦 嗯 比如说我想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家庭 所以我可以统计一下中国家庭的数量 嗯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在非洲听听故事学中文 哦 我想统计一下非洲有多少人喜欢听故事学中文 我想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学中文 哦 我想统计一下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学中文 哦 所以这个叫统计是吧 对 你可以做动词用 还可以做名词用 是吧 没错 嗯 所以 六千万 嗯 什么概念 六千万 你知道英国有多少人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一百年前有一千万人 英国现在的人口好像就六千万左右 是吗 嗯 我来看一下 哎呦 六千万 六千万个孩子 对啊 英国今年的人口就是六千六百万 嗯 那就相当于英国全部的人口了 而且你要知道这六千万里面有很多是兄弟姐妹是吧 没错 对 就一家可能有两三个孩子的也有 对 他们的父母在异地工作和生活 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和生活 异地 异地 就是 就是别的地方 不同 不同的地方 对 异就是不一样的地 就是地方 就是不是和你家一样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 哦 那这些父母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操作着建筑工地上的机械设备 什么这建筑工地上的机械设备 操作 操作着建筑工地上的机械设备 哦 比如说有些人是开 开挖沟机的 嗯 开雕车的 就这些建筑工地上的车啊 或者是什么电脑啊 嗯 所以他们知道怎么做这个东西是吧 对 所以他们是操作着机械设备 对 就机械就是机器的意思嘛 嗯 比如什么 什么工地上一般有什么机械设备 机械设备 哦 机械设备 有没有水泥搅拌机 应该有 有 你问这问题好像 我去建筑工地上干过 看过呀 看过 还有什么机械设备 还有什么 哎 我好像见过就是他们挖那个 在地上挖坑 你记得吗 挖沟机吗 非常非常大的坑 应该是挖沟机 对 挖掘机 对 书面一点的语言叫挖掘机 嗯 所以他们的父母在异地工作和生活 操作着建筑工地上的机械设备 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奇迹 嗯 对 你看就是中国这些年发展那么快啊 就高楼大厦平地而起啊 这个他们都说着中国的建楼的速度 好像是全世界最快的 嗯 就好像就我记得以前在北京上学那会儿 就北京就不停地盖高楼啊 就那高楼就 就第二天和第一天就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你知道吗 嗯 好像就一个月就建完了 就几十层的高楼 非常快 就那些人晚上都不睡觉你知道吗 对 轮班 哎呦 太辛苦了 对 所以他们是怎么着中国的经济奇迹 所以中国发展的这么快 在全世界看来是一个奇迹 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对 那你知道背后是谁在做这些事情吗 这些爸爸妈妈 这些流水中的爸爸妈妈 没错 很多很多是他们 嗯 因为当地城市的人是不会去这样 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没错 这样的活又脏又累 赚牛不多 嗯 但就是外公 外来勿工的这些 劳动力 就他们做了这些 所以 最难最苦的事情 如果没有他们 会有中国的经济奇迹吗 不会 不会有 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 所以他们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奇迹 没有他们就没有奇迹 这个叫支撑 哦 在一个家庭里面 爸爸 支撑着这个家庭 妈妈也是支撑着这个家庭 对不对 对 没有了爸爸妈妈 这个家庭就垮了 对 就这个人做了很多的贡献 做了很多的牺牲 是吧 就没有这个人就不可以 这个叫支撑 这个数量 相当于五分之一的中国儿童 哦 所以中国有三亿个中国儿童是吧 中国有三亿个中国儿童 当然是中国儿童 不能是英国儿童 对 三亿的儿童 就他说六千万是五分之一的中国儿童 意思就是说 中国有三亿 三亿个儿童 对 近年来中国的官媒 开始被允许探讨这种现象 所带来的恶劣后果 中国的什么 开始被允许探讨这种现象 所带来的恶劣后果 官媒 中国的官媒 比如说什么 新华网吗 人民日报啊 CCTV吗 人民日报啊 人民网 人民日报 对 就是官方媒体了 对 还有什么什么参考消息啊 哦 对 对这也是人民日报下面的 什么环球时报是吧 对 都算 对了 所以他们就是 这些官媒可以 政府说 哎 你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 是吧 对 因为你知道中国政府很多是控制 这个传媒 它不会让你 报道什么是吧 不会让你公开的去讨论这些问题 是吧 对 但是如果它允许 允许的话 那说明 哎呀 这也是算是一个大问题了 是吧 没错 嗯 所以被允许什么这种现象 探讨 探讨这种现象所带来的不好的结果 恶劣后果 嗯 探讨就是说 讨论 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说一说 对 要知道这个是 就是通过讨论你才知道 哦 这个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 是吧 嗯 或者说讨讨论讨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 怎么帮助这些孩子 据中国日报报道 2015年6月 一个中国留守家庭里的4名儿童 死于勿用杀虫剂 最小的 仅5岁 嗯 所以这是说就有一个中国留守家庭是吧 嗯 他们家4个孩子都死了 为什么死了呀 他们用勿用了杀虫剂 嗯 他们用了杀虫剂 杀虫剂是在农村做农 啊 种田的时候 在菜上浇的那些东西是吧 就杀虫 杀死的 对 叫杀虫剂 但是孩子吃了是吗 对 嗯 所以最小的小孩才5岁 对 他没有说吃了 他说勿用 就是不小心用了 应该是吃了 应该是吃了 要不然不会死 对 那你怎么看这事啊 啊 这东西太悲伤了 这很明显就是大人不在身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是有毒的 对 因为如果家里有杀虫剂 你肯定要放在一个孩子找不到的地方 对不对 对 所以要不然就是说大人就是不细心 要不然就是说大人没有在身边 嗯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最小的孩子几岁 5岁 只有5岁 好可怜啊 嗯 报道说 这并非孤立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还是这样的事情只是 少数 应该有很多 嗯 因为他说 并非 不是 并不是 嗯 孤立 孤立就一个例子 孤就是孤独嘛 孤儿啊 单独 个单独的 例就例子 他说 这 就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 这个一个例子而已 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例子 是吧 嗯嗯嗯 这并非孤立 嗯 那唐宇文是和谁一起住呢 唐宇文和祖母一起 他们住在哪里呢 祖母就是奶奶 对吧 嗯 对 奶奶 和祖母一起 大家要注意了 就这篇文章 他用的语言都是非常书面化的 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 可能一般不这么说 但是就里面学到的词哦 就你们可以在写作的时候用 没错 因为是报纸上的用词嘛 嗯 唐宇文和祖母 祖母也是书面语人 一起生活在中国四川省的私咸乡 哦 四川省 四川省 是不是喜欢吃辣呀 对啊 川菜嘛 四川省 还有熊猫 对不对 熊猫 对了 嗯 但他们是在四川省的私咸乡 一个乡下 对了 所以爸爸妈妈去了成都嘛 对 就在一个省里面的 嗯 所以他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家里还有其他三个兄弟姐妹 所以家里一共有四个孩子 嗯 嗯 他们住在哪里 他们挤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公寓房内 哦 所以他们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嗯 这在中国很普遍 嗯 他们的生活好不好 生活窘迫呀 非常不好 嗯 非常非常 就经济上非常的困难 很穷 很穷 然后你还怎么知道他们的生活不太好呢 他们怎么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公寓房里啊 他们挤在学 挤 对 挤就是说空间很小 但人很多 哦 比如说 像北京地铁一样是吧 北京的公交车 地铁 地铁也挤公交车 没错 嗯 需要和邻居共用卫生间 嗯 就没有自己的单独的卫生间 嗯 在房间里的一个金属盆里洗澡 嗯 洗澡都得自己在房间里的金属盆里洗 嗯 嗯 生活很困难 对 很窘迫 嗯 四个小孩都是留守儿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 正是从这样的四川遥远乡村来到城市 他们的经历大致相同 嗯 所以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多少中国工人从农村去了城市打工呢 数以百万计 就是几百万是吗 对 两百万 三百万 四百万 五百万 嗯 七百万 八百万 对 如果你想说几百万 你可以用这个说法叫数以百万计 嗯 嗯 所以他们从四川什么样的乡村来到城市呢 遥远乡村 遥远 就是很小的很远的一个地方 嗯 又小又远的地方 交通很不方便的 很远很远的地方 很不发达的地方 很偏僻是吧 嗯 他们的经历怎么样 大致相同 就这些中国工人不管是从四川省去的 还是安徽省去的 还是湖南省去的 他们的老家都是什么样子的 都差不多 他们的老家都是比较贫穷的 对不对 嗯 然后他们的孩子都是留寿儿童 嗯 他们都不能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生活 嗯 然后他们可能在城市里面工作 他们也要挤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嗯 是吧 对 所以说他们的经历 经历的事情都差不多 嗯 差不多都一样 嗯 这个叫大致相同 嗯 大致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在四川省小学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小孩和父母分离 嗯 所以这个小学里面 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留寿儿童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学校有一百个人 嗯 有一百个学生 有多少个学生的妈妈和爸爸是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 八十个 八十个孩子都是留寿儿童 哦 嗯 所以差不多的意思和大致是一样的 嗯 大致 大致百分之八十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 嗯 对 现代化的中国建立在这些农民工离乡务工的基础上 他们的子女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个就和之前说的那个 就这些人他们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回事 没错 嗯 所以什么样的中国建立在这些农民工离乡务农的基础上 现代化的中国 现代化 嗯 什么样的地方是现代化的 比如说中国的北京 中国的上海 美国的纽约 英国的伦敦 日本的东京 嗯 都是现代化的城市 嗯 如果一个地方像美国的纽约那样繁华 那可以说非常的现代化是吧 对 嗯 但是中国四川的思贤乡 它是一个现代化的地方吗 一点 应该一点都不会现代化 因为也有现代化的地方 有现代化的地方 比如说大家都有手机是吧 嗯 可能很多家里现在都有WiFi了 对 嗯 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现代化 比如说家里面没有很好的这种 叫什么电器是吧 什么冰箱啊 微波炉可能还没有 再而是交通方面 我不觉得他们就是每个家 每个家庭会有车 可能还是走路骑自行车 就还不是现代化的 嗯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 我觉得很多地方 因为现在中国的农村的问题啊 就是空心化了 就是很多人他不会再回农村了 嗯 你说是年轻人是吧 对 年轻人不会回农村了 老人可能也很少会回了 你知道吗 那老人都去哪了呀 老人可能 就是在城市养老了吗 可能会找他们的孩子生活的地方啊 嗯 嗯 那这空心化什么意思呢 空心化就是 就是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这个地方没有心了 嗯 嗯 哎呦 这是我能在北上 嗯 现代化的中国建立在这些农民工离乡务工的基础上 他们的子女同样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所以是代价很小还是代价很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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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代价 所以沉重的代价 哦 因为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可能他会遇到一些 问题 人受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吗 他不觉得 嗯 因为他觉得 他说 我知道 爸爸妈妈挣钱不容易 他告诉我 但 我非常想他们 这很痛苦 嗯 所以他理解他的爸爸妈妈 嗯 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妈妈也是没有办法要去挣钱 对 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妈妈之所以离开了家 是因为想支撑起这个家 嗯 希望给他的 给他和他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有个更好的生活 嗯 所以是为了他们对吧 对 嗯 那他也非常想念他们 非常痛苦是吧 嗯 嗯 这我能理解 非常能理解 在贵州省 距离雾用杀虫记事件发生地不远的地方 我们采访了独自生活的两姐弟 14岁的陶兰和11岁的陶静坤 所以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哪呢 贵州 嗯 是另一个省了啊 对 贵州很有名的一个吃的东西是什么 茅台 呵 喝的酒啊 对 贵州茅台酒很有名 还有一个就是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有的一种酱 老干妈呀 哦 老干妈的酱 对啊 老干妈的故乡就是贵州啊 对 嗯 而且贵州有很多的山对不对 嗯 很漂亮的山 贵州有很多少数民族是吧 对 嗯 我没去过我以前坐火车的时候经过了贵州 哦 是吧 它的省会是 贵州的省会 哎 我忘记了 贵阳 哦 对对 贵阳 贵阳 对对对 是一个很内陆的省份 很漂亮 嗯 很漂亮 好像有一张人民币后面还有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吧 是吧 对对对对 好像是 嗯 从前是有的 嗯 从前的老板那种人民币纸币 对 所以下面这个故事 它的地方 在的地方和前面我们说过的物用杀虫记 发生的地方不远 对 嗯 那这次记者采访了两个姐弟 所以这里面说距离物用杀虫记事件 事件 一般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哦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就报纸上 新闻上都报了 大家都知道了是吧 对 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事件啊 哦 比如说在美国会有枪击事件 哦 枪击事件 嗯 还有什么事件 恐怖袭击事件 恐怖袭击事件 嗯 911事件是吧 哦 911事件 哦 对 还有在中国比如说发生了什么 什么 叫什么动车 那个叫什么 动车脱轨事件 对 动车脱轨事件 对 还有以前 所以事件一般都是都是比较大的事情 比较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 结果不太好的 以前 呃 美国还有一个什么 水门事件 对 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 嗯 凉风从窗户的缝隙 露进家里的两个房间 那这说 这个家庭情况对不对 对 那屋里面很冷吗 还是 温度很舒服啊 有一点点凉爽吧 凉风啊 嗯 嗯 所以 他们家有几个房间 两个房间 嗯 这个看起来可能这个叫什么 房子的这个保温措施不是 保温方面不是特别好 因为窗户的缝隙 凉风能漏进来 对 嗯 那 两个小孩是姐姐和弟弟 姐姐是14岁的陶兰 弟弟叫 陶进坤11岁 嗯 他们俩在做什么呢 做作业 陶兰正在辅导弟弟做作业 就正在帮忙指导弟弟做作业 他在一片很小的自留地里种菜 嗯 还要自己做饭 嗯 所以这个姐姐要种菜 还要做饭 嗯 诶 这里面说自留地 什么是自留地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土地不是归私人所有的 嗯 它是集体所有 对 但是呢 在中国的城镇呢 很多人 因为要做发展嘛 所以 很多地都要被政府给争取 嗯 但是呢 他会留一块很小的地给你 你们可以自己种菜啊 嗯 种小的东西 嗯 就留给自己用的 叫自留地 对 一般都是小城镇 用的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不是农村是在城镇里面是吧 对 哦 知道了 两个孩子轮流洗碗 嗯 就是今天中午我洗 晚上你洗 对 就是今天我洗 明天你洗 叫轮流 姐姐和弟弟 一天是姐姐洗碗 下一次就是弟弟洗碗 嗯 叫轮流 他们的父母在一千英里以外的城市工作 每年只回家一次 哇 他们父母离他们很远啊 一千英里 他每年见几次 一年只见一次 你觉得什么时候他父母回家 应该是过新年的时候 对 中国春节 新年的时候 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回家 嗯 如果在学校遇到不高兴的事 又不能回家告诉爸爸妈妈 这种情况非常糟糕吧 我问陶兰 你觉得你小的时候在学校遇到了不高兴的事情 你会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吗 我不会 我 比较 你没有吗 嗯 真的吗 要看什么事 你不是你爸爸骑着车去追一个人 把那个人给点了一顿吗 要看什么事 真的 对 就我很小的时候不太懂嘛 就如果别人欺负我的话 我会告诉我爸妈 嗯 但是然后 就像比如说女生之间啊 就有时候女生之间会有这种欺负的行为 你知道吗 嗯 就 哎 女孩子之间就比较复杂 像这种事情 比如说 啊 你吃了个亏 就感觉好像不好意思跟你爸妈讲 哦 对对对 就好像自己能解决 你能 你会说吗 啊 我还也不说哎 因为你是男孩子 因为你已经被别人欺负了 已经很没面子了 嗯 你再说的话 但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被欺负吧 你应该是那种欺负人的类型 是吗 我可不会欺负人 嗯 但是你应该会打架吧 别人欺负你应该会跟他打 对 我会跟他打架 对 但我的很胆小 我不会打架的 嗯 我不能告诉他们 嗯 他一边回答 一边擦眼泪 哭了 对 他很伤心哦 嗯 哎呀 我都不相信你读 爸爸妈妈生活很辛苦 我不想让他们给我担心 你知道我有一种觉得 中国的小孩那么小 就那么懂 就中国会说 就心里承担太多东西了 对 会觉得他非常懂事是吧 对 会觉得 哎那小孩这么小 为什么你都 都会有这样的角度 很为别人着想 对 就不会说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就会说我爸爸怎么样 我妈妈怎么样 就从小就会为别人着想 对 你知道这其实这是 我觉得是一个 中国人的一个美德吧 就是 很喜欢从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 和为别人着想 嗯 嗯 我太太佩服这个小孩子了 嗯 那你自己也是这样子的 啊 你会不会为别人着想 因为你知道 在西方国家 不会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对 西方国家怎么讲 是比较以个人为中心的 嗯 但也 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子 也有人 也有人是 为别人着想 你知道吗 对 当然西方社会不会有留守儿童这个事情 嗯 那倒是 在西方国家 毫无疑问 童年缺乏关爱 有可能导致长大后出现反社会的倾向和犯罪行为 已经广为人知 嗯 所以在西方国家 如果 呃 你的童年 身边缺了爸爸妈妈 缺乏了爱 那你长大的以后 有可能 长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怎么样 反社会 还有呢 然后犯罪 嗯 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 对 就是一定 一定会发生的是吧 就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 对 毫无疑问 一定会发生的 毫无疑问 嗯 但你觉得中国不会吗 应该也会有 我觉得也会有 嗯 只是这群小孩没有长大而已 嗯 或者说 或者说有这种反社会倾向或者犯罪行为 是少数 就大部分的不会 对肯定的肯定 对对对 但是 但是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有关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儒家的社会 就比较压抑 嗯 那倒是 自己的一些想法 是吧 对 就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 要自己 自己 自己一个人去承受 在心里面去消化这个事情 嗯 在大脑里面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 不像在西方国家就可以发泄出来 嗯 但你 其实在西方国家 一个孩子 如果小时候缺乏关爱 他长大也不一定反社会 就还是要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 嗯 没错没错 但我作为老师 我是知道 就是 有些小朋友啊 他在班上行为有问题 那八成是他家里面 他爸爸妈妈 缺乏对他的关系 对 嗯 但你觉得在他采访的时候 这个人看到了什么 嗯 让我吃惊的是 在四川和贵州的采访中 我看到的不是愤怒 或者不满 所以这个陶兰和陶敬坤 他们很愤怒吗 没有 我没有看到愤怒 他们很不满吗 没有 我没有看到不满 哦 所以他 我没有看到他们生气 不高兴 哦 所以他不愤怒 不生气 是吧 对 所以我很吃惊 我说哎 孩子缺乏关爱 却没有生气 没有埋怨他们的爸爸妈妈 就可能也于 他们的爷爷奶奶会告诉他 啊 你爸爸不在家 你的妈妈不在家 嗯 你看你要好好学习 他们在努力的工作 挣钱给你们 嗯 其实我一点都不惊讶 这些小孩子会 会这样子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就像我小时候 接触的这些同学里面 就是 家庭条件越不好的孩子 他越会自强 没错 就是他觉得 我家庭不好 我不要怨谁 那我一定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将来有个好的生活 他不会怨天佑人 说都怪我爸 都怪我妈 你知道吗 没错 那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 就很恨自己父母的 但大多数的人 就是越穷越会自强 对对对 在中国社会里面 真的就是 嗯 很多时候你说 啊 你 你可以很穷 人家说 人穷 质不穷 对 还有句话说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 没错 对 就懂事得更早一点 对 这和西方社会是不太一样的 嗯 我看到的是 在父母面对经济压力 不得不做出离家的困难选择时 这些孩子表现出的惊人的成熟 成熟 嗯 所以这些孩子 他他不愤怒 他也不会不满 嗯 他非常理解 他爸爸妈妈做的事情 嗯 像大人一样 对 所以他很成熟 是吧 很成熟 嗯 成熟 对了 成熟 嗯 所以这个让 作为西方人的 我觉得很成熟 我觉得很惊讶 对 嗯 按照我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 我想哭了 嗯 你读吧 但即便如此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隐藏自己的情感 嗯 但什么如此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隐藏自己的情感 即便 哦 但即便如此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隐藏自己的情感 嗯 大家说方便面不健康 即便如此 很多年轻人 还是选择吃方便面做小夜 嗯 对 你 你再给一个例子呗 好啊 呃 北京的空气不好 大家都知道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大批的农民工 去北京武功 对 希望能多赚一些钱 就是说一个事情 虽然不好 虽然你不喜欢 但是你还会去做是吧 对 嗯 即便如此 你还会怎么样怎么样 嗯 呃 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五十了 是睡觉的时间 即便 即便如此 我们还在做听故事 学中文 嗯 对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没有睡觉 嗯 那 唐宇文 九岁的同学 语气啊 他的表情啊 让你觉得他很紧张 很焦虑 他很想他的爸爸妈妈 哦 嗯 这个叫流露 嗯 就流露不是你说话里面告诉别人的 比如说是从你的脸上 你的表情 和你的声音里面感受到的 对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说话说得很慢 别人就能知道 哦 他好像今天很累哦 嗯 因为你说话很慢 就能流露出 你很累 嗯 或者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里面流露出 对我的 喜欢 那比如说 或者不喜欢 对 比如说 有 你看到一个人 他的眼神 看起来很紧张 对不对 嗯 流露出紧张和不安 对 嗯 对好像很多时候是从人的眼睛里面感觉到的 哦 没错 眼睛啊 语气 是吧 嗯 对 再比如说一个人没有说真话 撒谎了 然后他的眼神里面会流露出 闪烁 或躲避 对 嗯 那好吧 我们这个故事就 解读到这里 解读完了 嗯 嗯 我们的语气里面也流露出一丝的疲惫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很悲伤 嗯 对 他的语气里流露出了一丝的悲伤 嗯 哦 好了 那今天的故事就解读到这里吧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学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中国的留守儿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继续过游戏好评 也欢迎您 在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上 到YouTube上 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好评越多 全世界就会越来越容易了 听众 知道 听故事学中文 在这里 谢谢大家 对了 做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发展速度最快的 中文学习的播客 对了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嗯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次再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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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